好,我们看一下习题1 它说我这个数列an 它是有50到500之间的 所有怎么样 完全不是平方数 是完全的立方数 由小到大排序而成 叫我们把这个数列的一般像 还有这个数列的首相 末相还有像素通通写出来 所以我们也要完成四个小题 要完成四个小题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an它大概长什么样子 我们要收集这些数字 数字里面都可以写成 某个数字的三次方 所以才能叫完全立方数 我们先来在旁边偷算一下 2的三次方是8 还没有到50 所以这个不可以列入考虑 3的三次方是27 也还没有超过50 所以也不行 那4的三次方是64 因为它大于50 所以我今天这个an这个数列 我的第一项就是4的三次方 接下来当然就是5的三次方 再来是6的三次方 再来是7的三次方 要写到哪时候 不可以永远写下去 因为它怎么样 它最多只能到500 所以在旁边偷算一下 7的三次方是多少呢 它是49 再乘以7 所以是 7是28加6 343 还可以 8的三次方 好像有点危险 它是8864 再乘以8 512 超过500了 所以很抱歉 我今天这个数列 只能到这里就停住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小题 我们要写一般项的时候呢 该怎么写 你也许会这样写 你也许会这样写 是1的三次 是1耶 不对啊 你的第一项明明是什么 明明是4的三次啊 哦 有没有发现问题 那A2 2的三次 也不对啊 为什么 因为你的第二项明明是5的三次 所以今天我们在写 这个一般项AN的时候 要稍微做个调整 什么调整呢 你原本应该是用 N代入的三次方 现在变成是 N加上3的三次方 不信的话你把N等于1代入 1加3才会是4 好 这样子了解 那N呢 会等于1 2 3 4 这样子表示 这样子表示我们的一般项 好不好 接下来第二个小题 首项嘛 首项就一代入了 A1 这样就没错了 1加3的三次方 所以是4的三次方 这个很简单 自己心算一下 也不用心算 左边就算出来了 是64 再来第三个小题 要求末项 我们今天这个 整个数列啊 只有四个项 所以末项是第四项 是4加3的三次方 是7的三次 7的三次 我们刚才也算过了 是313 再来最后一个小题 它我们求像素 像素呢 很明显 我们只有几项 一项 两项 三项 四项 所以我们的像素 就是4 好 这个是第一题 是717 4加3 5加4 4加4 5加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